好 现在2024选战倒数半年 一份最新网络民调显示 在蓝绿白总统参选人三角都的状况之下 民进党的赖清德依旧领先 民众党的柯文哲位居第二 不过国民党的侯友宜 支持度有微幅上升 获得超过七成蓝营支持者力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根据民调 如果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他也加入战局四角都的状况之下 柯文哲支持度会从28.8% 下降到21.6% 影响比起侯友宜还要更大 等于这样是保送赖清德 还有要的选择开回家 职工民进党对手赖清德本命区台南 成立云嘉南智库 继辅成选择之友会 柯文哲一开口炮声隆隆 现在政府讲的话你相信吗 不要说你不相信 你外不相信 柯平立平反转南部胜率选区 毕竟民调持续坐二望一 根据媒体最新民调 三角都中赖清德依旧以35.6%领先 柯文哲28.8%位居第二 侯友宜24.3%垫底 但相较上一次民调 侯友宜这回获得超过七成 蓝营支持者挺 显示蓝军逐渐归队 部分的韩粉已经挥流 我们希望这股的挥流力量更大 慢慢的真的能够南军那一个大整合 一个人走很快 但是一千人才走一点 蓝白都想当在野共主 毕竟多头马车更难胜出 不过最新民调若郭董宣布独立参选 蓝绿白的支持度也出现不小变化 赖清德人居贯 柯文哲21.6%虽然依旧第二 但与第三的侯友宜21% 仅剩0.6%的些微差距 且柯文哲支持度减少7.2% 影响还比侯友宜大 柯文哲主席跟郭台铭董事长的支持者 确实是有所重叠 在野阵营可能还是会 慢慢地酝酿出一个所谓的共主 双雄对决的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选举情势 但最后的双雄对决 会是谁跟赖清德PK 菲律共主由谁来当 现阶段还很难说 这次是黄文才在报道